球蟒是雅老師最想養的蛇蛇之一 因為牠們真的很乖 很溫馴 相對的很想要自身 裡面穿溫馴 牠有的名字叫做老球 因為牠其實年紀就很大了 老球是一條溫馴的無毒球蟒 遇到危險的時候 就會緊張的把身體縮成球狀 從而避免危險與傷害 新竹市立動物園 這一次舉辦了昆蟲動物營 特別請來老球來擔任嘉賓 同時還有一條玉米蟒藍蛇蜥 希望帶給小朋友正確的動物保育觀念 那接下來我們帶的這三隻寵物呢 動物呢就是球蟒 還有玉米蛇 還有我們的藍蛇蜥 對 那小朋友剛剛反映其實都很好 牠們都很喜歡這三種動物 因為基本上這三種動物呢 現在目前很多人都在飼養 對 當作自己家裡的寵物 對 牠們其實算是特寵排名裡面 也是蠻有名的動物們 在老師的介紹下 小朋友慢慢的認識 與了解這三種爬蟲類 從一開始的質感觸摸 再來放在手上 最後進步到放在脖子上 小朋友從原先的擔心害怕 慢慢轉變為開心適應 蟒蛇跟蜥蜴 原來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 反而很可愛 我覺得牠很可愛 我之前以為牠都會咬人很恐怖 覺得蜥蜴跟蛇沒有那麼恐怖了 我覺得那個蜥蜴 牠外表就是覺得很可愛 希望可以養牠或抱牠 然後蛇的話 就是一開始覺得牠很可怕 因為老實說 牠每個有牙齒的動物都會咬人 然後怕牠咬到我 每一年的暑假 新竹市立動物園都會舉辦營隊 希望讓小朋友去認識 與了解不同的生物 實際可以接觸與觸摸的動物 會帶給孩子們更多的刺激 進而讓牠們學習與尊重生命 那我們新竹市立動物園 為了倡導生命教育 讓小朋友更認識動物 然後進了學習動物知識 然後最後才能夠保護 了解怎麼樣保護動物 所以我們在每年 都會辦一個夏令營 那我們夏令營 今年有分四個主題 大概我們每年都四個主題 然後邀請專業的講師 來上不同的東西 然後讓小朋友來學習 那希望小朋友從做中 然後接觸動物 了解動物 然後知道動物的習性 知道動物的從哪邊來 然後追蹤 能夠喚起牠們保護動物的意思 從小就讓牠們 有這樣的觀念 蛇類因為有毒 大多數的民眾看到 牠們都會感到害怕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打死再說 但很多蛇類 都不想跟人類有所瓜葛 只是正好路過而已 如果民眾都能夠 多一份對牠們的認識 其實與這些爬蟲類 和平共處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記者林彥斌 新竹採訪報導 好適合 有福 那是 有福